诶 老师借台股大盘在跌 那老师怎么观察今天盘势呢 今天盘势个股表现 用量来操作 钟祥老师个人频道上线 赶快订阅起来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经急诊室 我是爱丽丝 欢迎我们玩通国界的林钟祥分析师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老师 俺国连两日工长天 那老师怎么观察现在盘势呢 现在的盘势强横强 大家都说过年很多人要用钱 把股票都卖光光 但是放空的都很惨 因为安国还有神盾 甚至今天安格 这些手上的还有空单 那有的是在2月份 就要融捐最后回补了 那我问你 如果要融捐最后回补 那你在这里不是放空的人 是铁书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里不要随便放空 当然你要空到弱势股 像比如说这个伟创 广达技嘉 这种股票还慢慢跌 慢慢跌还可以 但是它也不会跌很多 你放空也是赚不了什么大钱 只是做多也不容易赚钱 如此而已 所以跟各位同学做一个报告 那我们待会来检视一些股票 在今天的表现到底怎么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神盾集团的 今天大盘在这里来说 各位看得很清楚 今天大盘还是小跌 个股表现 台积电还是跌还是弱势 但是台积电你能跌到多少 也跌不了多少了 没错 大概也是在600块附近 也不可能破 可能620块左右就很稳了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世新再创历史新稿 对不对 再创历史新稿 快4000块盘中最高4000 对不对 真的4000 对不对 那创意 哦 老师这个人家不是说这个要卖创意 要去买资源吗 乱七八糟 结果今天创意一杀 杀到1500以下又拉上来 法说不错 今天下眼线很长 今天把所有散户都杀光了 散户吓得要死了 必必创必必创 对 所以在这里M31也在创高 对不对 金星科反正就在500块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对不对 我们没有供完年再来买 爱普大概就维持在500块以上 今天没有量当然不会供了 对不对 对 我有写过 他有量就会供 没有量就不要供 对不对 那预创大概也就在51块52块这边整理整理 那就让他整理吧 等卢超群出来讲话再说 威胜你可以看到 他不会跌了 他不会跌了 前面有一个跳空涨停那个缺口 他一定守得住 没量你要他怎么涨 年后再来涨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当冲生科 开盘价左右买 你看直接拉到快涨停板 哇 直线 你看到这也是一直线没有 这边有一个一直线 啪一下那一直线 从37块拉到38块9 6% 这当冲真的很好玩 那你看一下他是不是底部 刚刚泛洋昨天第一根红棒 但是今天去追高的就比较累了 因为今天上线比较长 所以你开盘就要决定 开盘你就买就对了 安国今天又继续供到所谓的涨停板 他产生一个跳空缺口 那安国他有融卷 神盾被处置了 所以在这里震荡了 但是处置他也不会怎么跌 因为他空单还很多 空单还是要回补 大概就在这里 他也不可能跌停跌停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要做过度的担心 安格今天也冲到了涨停板 所以同学他该怎么做股票 第一个看市 看量 有量就有价 没有量就会休息 很多同学不太了解 老师我一定要冲哪一支 老师你自己去冲都不会赚钱 对不对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 今天还有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我今天打算 这个打算 来 我今天打算在这里 这一支股票 开低嘛 我想放空 哇想放空 一空啪 急拉上来 结果鸟都歪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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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你做股票哪有这么简单 创意怎么可能会想放空 你放空你要前面放 没有 他是当充嘛 他说放空弱势股 买进强势股 老师讲的 对 你去放空这支就错了嘛 对不对 对啊 那今天也有同学说 老师我要做多爱普 我说不对啊 今天爱普没有量啊 回测五日线跟月线了 刚好就五一五啊 对不对 对 那你今天做多也不对 因为没量啊 成交量只有几千张 你去做 你不是自己找麻烦 对不对 对 所以股票就要看量跟价跟丝 真的不会做 跟我们一起做就可以了 好 谢谢所有同学 感谢老师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参与资讯 欢迎加入老师的 Telegram或者是在底下留言 老师都会看哦 然后别忘了订阅老师的 YT个人频道 我们才订阅的是 下次见啰 拜拜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